很多人问乌克兰还能撑几天 大家为啥这么问 因为都知道俄乌实力相差太远 开战一小时乌克兰的海空军就全军覆没 美国一再表明不会介入 北约和欧盟国家甚至都不愿意接泽连斯基的电话 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必然崩溃 只是崩溃的时间早晚问题 乌克兰必然崩溃从根本上说源于两个根本原因 一、普京志在必得 大家看看普京在承认 卢班斯克与顿尼茨克的讲话全文 以及开战前的讲话全文就应该明白 普京这次施下了决心要拿下乌克兰 普京给这次战争定了两个核心目标 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所谓去军事化就是要彻底废掉乌克兰的军事能力 让乌克兰变成一个没有军事能力的中立国家 所谓去纳粹化就是因为现在的政权 由于其行为对乌克兰的俄罗斯族的破坏行为 被莫斯科认为是纳粹的种族灭绝 既然要去军事化 那就是必然要把这个国家的所有军事设施都毁掉 把乌克兰的军队给收边转化掉 而要去纳粹化 是要抓住乌克兰美国扶植的傀儡政权进行审判定罪 同时普京发动这次战争的根本原因 与核心政治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北约将刀架到了俄罗斯的脖子上 北约要把乌克兰那为成员国 要在政治上军事上缴俄罗斯的血 俄罗斯当然不会答应 如今忍了二十多年 俄罗斯来了一个总爆发 所以这场仗俄罗斯是必然打赢 必然毁掉所有乌克兰的军事设施 也必然会抓住一系列乌克兰亲美政客进行审判 俄罗斯有了这样的国家意志 背后没有大国真正保护的乌克兰 当然会崩溃掉 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绝对不可能有不崩溃的问题 很多分析说不知道结果 那其实是对政治还缺乏理解深度 也没有研读普京的讲话 那还有什么其他结果 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乌克兰递崩 差别就在于崩的程度 和俄罗斯要付出多少代价的问题 二乌克兰政府是提现我 军队是乌合之众 一方面在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向往西方 尤其精英非常希望加入欧盟 因为加入欧盟可以与发达经济体 进行更大规模的贸易投资 就有更多经济机会 但是乌克兰人本质上与俄罗斯人同种同宗 西欧人从内心上来说 根本不太接受 而且从地缘上来说 俄罗斯政治上也不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 于是乌克兰独立后 一直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摇摆 西乌克兰希望加入西方 东乌克兰希望与俄罗斯亲近 于是乌克兰内部一直是一个越来越分裂的状态 直到2014年初 美国通过街头革命支持亲美的势力上台后 乌克兰彻底沦为了美国打压俄罗斯的政治工具 也从那一刻起 乌克兰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了 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 乌克兰都是亲美势力掌权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就是提现木偶 尤其是本届泽连斯基政府 本是一个喜剧演员 仅仅因为演了总统获得了乌克兰人的喜爱 于是就被背后的美国实力给推为总统 这种儿戏的结果我们时常在新闻中看到 泽连斯基政府内的官员 经常说完全与泽连斯基相反的话 泽连斯基在政府内没什么实质性权威 他也决定不了什么 只不过他的演出还是挺投入的 经常也不太听美国的话 抛开美国的剧本演戏 但由于缺乏权力 所以实际上并不起什么实质性作用 乌克兰的军队也是一群乌合之众 为什么这么说呢 2014年乌克兰街头革命前 乌克兰军队已经经历过两文裁军 军队本来剩下13万 后来克里米亚的军队投降了俄罗斯 还有一些士兵在后来的东部战争中逃跑了 所以早在2014年的时候 乌克兰军就剩下了大约4万多人 4万多人哪里还够呢 于是时任总统波罗申科下令 强迫一6岁到60岁的预备一入伍 然后又释放了上万名罪犯 为了凑人数 甚至把国民禁卫军收编为正规军 这样才有在2015年的时候 凑出一个16万的陆军一直到现在 现在乌克兰一共有军队 大概21万多人 里变砸七砸八成分非常复杂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 2020年联合国大会投票反对美化纳粹主义 全世界都除了两个国家之外都投了赞成票 那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 一个就是乌克兰 所以俄罗斯已去纳粹化出兵并非是出雾名 而乌克兰的这些军队也注定了不可能持久 当俄罗斯大部队逐渐上来后 这些人距离鸟瘦散也就不远了 接下来俄军只要很快拿下基辅 乌克兰军队很快就崩了 俄罗斯之所以拿下城市没有那么快 主要两个原因 一是俄罗斯不想伤害平民 这样要打巷战难度当然比较大 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的无人机还是不够发达 在进攻的时候经常形成拉锯 如果有先进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城市发起攻击 那早就拿下多个城市了 从媒体披露的战争细节看 俄罗斯的战法总体还是较老的 再说说中国该战什么立场的问题 关于中国的立场 外交部的立场是最正的 现在网上大概是美国又撒狗粮了 现在很多人在煽情同情乌克兰 我认为同情乌克兰人可以 千万别同情乌克兰政府 之所以说如此有两个原因 一是乌克兰政府现在是美国的提线木偶 在涉疆、涉藏、涉港问题上 他们都和美国穿衣、调裤 甚至迫于美国压力 没收了中国公司已经收购了的马达西奇 如果说当年波罗申科政府 对华还有所收敛 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 对华充满恶意 所以站在中国角度来说 乌克兰政府是反华政府 他们有什么好同情的 二是乌克兰新纳粹组织亚素营 支持港独暴乱 2019年的暴乱 亚素营向香港派了人 帮助港独分子搞暴力活动 而这些背后是美国和乌克兰政府的支持 不要认为亚素营是民间组织 他们现在是乌克兰的正规军 是乌克兰国民卫队的主力部队 这样的反华乌克兰政府 我们能支持吗 大家自己就可以掂量了 而从大的方向说 乌克兰政府美国豢养出来的 目的是要缴俄罗斯的血 是要制服俄罗斯 美国制服俄罗斯之后 接着就会全力对付中国 美国之所以现在印太战略 还不能全力对付中国 根本原因就是俄罗斯的战略牵制 所以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不是说说而已 是的的确确真正的当下的 中国国家战略利益 我们当然不支持战争 但我们却对俄罗斯的苦衷非常能够理解 试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 我们都那么反应强烈 而美国要在乌克兰部署的武器 远远高于萨德 规模上也要大得多得多 中国当然能理解 何况中俄在战略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中国岂能去支持打压中国的美国 而去打压支持中国的俄罗斯呢 做个新时代的明白人 别受网上一些拿了利益说话的人的影响 中国人要站在中国人自己的立场上 看看外交部发言人怎么说的 那就是中国最恰当的立场 同情乌克兰人民 但绝对反对乌克兰政府 谁反华就反谁 这应该是中国人的基本态度 我说这应该是中国人的爱人